第四百二十三集 你的本源能量 亲和度非常好 只可惜呀 你对火焰发泽的理解 太差 我还是首次遇到你这种情况 也无法给你一个准确的 评定等级 暂时算你一级假等吧 红袍老者 缓缓说道 他这话一说 眉心长着红林的神域青年 微微皱眉 一级假等意味着林明有比他更优先的选择权 远古皇城中的三十六块 古缝图腾石中 有几块明显好于其他的 如果林明跟他选择了同一块的话 那他就得让出来给林明 谢大人 林明能感觉出那红袍老者的善意 他不顾自己入门级的法则领悟度 给了自己一级假等的评定 也就是给了他优先选择权 恶言明 你这种情况 我古风一族绝少见到 老夫终告你一句 悟性和对法则的领悟度 很多时候要比本元能量 亲和度更加重要 你莫要自慢 在神域主之中脉中 拥有完美凤族血脉 悟性和亲和度双双要孽的年轻俊杰 也有啊 你悟性不好 许日夜残无法则 莫要浪费了你的本元能量 亲和度啊 常言道 秦能捕捉 你好自为之啊 红袍老者这一席话 不徐不缓的说出来 大殿中其他武者都有些嫉妒了 红袍老者明显是动了爱才之心 否则不会说这么多中肯的建议 能够得到远古皇城一名前辈的赏识 这好处可想而知啊 是大人 晚辈受教了 林明深深行了一个晚辈礼 一时感谢 红袍老者满意的点点头 嗯 该说的 我已经都说了 如果你能在法则令误度方面注意上来 我可以在你达到神海境界之后 向族内举见你去神域 进行第二阶段试炼 前提是 你能在第一阶段试炼中取得第一 红袍老者话音刚落 全场接近 只要能在第一阶段试炼中取得第一 那么第二阶段试炼就可以去神域 神域的王级试炼地啊 那是很多凤族主脉年轻俊杰都得不到资格进入的地方 下届的凤族舞者更是想都不要想 得到一个资格实在太难了 现在林明却得到了这样一份机会 让他们怎能不演红啊 有不少舞者情不自禁地看向了 没心有红林的神域男子 林明要取得试炼第一 首先要过他这一关 林明的亲和度高 而红林男子的悟性妖孽 这是一场亲和度对悟性的争锋 针尖对脉吗 红林男子深深看了林明一眼 他没想到原本以为轻松拿下的远古皇城试炼 竟然演变到这种情况 红袍老者的这一句话 显然是故意挑起争端 让他们全力以赴 争得头破血流 在竞争中最大限度的挖掘自己的潜力 突破自身极限 这一战他必须要接下来 这不但关系到面子的问题 也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是神域的正统奉祖 红林男子面不改色 用真元传音对火瓶等人说道 这次试炼 我必须要拿到第一 不但关系到荣誉 如果我输了的话 也会在家族中很被动 你们能帮 要帮我一把 这眉心长着红林的青年 同样出自神域火氏一族 名为火文龙 神域的大家族重视荣耀和传统 他们骨子里就有一股优越感 认为神域家族出来的年轻俊杰 当列第一 这一次 如果被林明当成垫脚石踩在脚下 那荣耀就丢尽了 更何况原本火文龙就因为失去了 神域王级试炼资格而心中不平 立志要混出个模样 让家族看看 争取下一次试炼返回神域 如果这次试炼输了的话 那干脆就不要想了 是龙兄 我和七妹都会帮你的 火平立刻表示忠心 他在神域火氏一族的天赋 实在算不得出众 不出意外将来就是被家族派出去 打点修炼资源生意的结局 如果能跟火文龙交好 对他日后的前途很有帮助 好了 测试到此结束 诸位开始选择适合自己的古缝图腾石 时间为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后 必须将你做出的选择交给我 红袍老者说着 转过身 带着众人向大殿深处走去 古缝图腾石的选择 有很多技巧 如果之前不了解36块古缝图腾石的大致情况 想要在一个时辰内寻找出适合自己的图腾石 并不容易 尤其很多人的选择权排得很靠后 36块古缝图腾石 虽说要么是古缝族绝世强者留下的至宝 要么是宇宙行程之初的混沌时刻价值连城 但如果真要比较 也有优劣之分 同样是古缝族的绝世强者 有的是组长 有的是长老 那当然有高下之别 而且最主要的一点 即便是同一个绝世强者 他留下的古缝图腾石 也分普通作品和巅峰之作 并非都是一个水准 红袍老者带着众人走了一刻钟的时间 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条回字形的永道 永道宽高都是30丈 可以供10辆马车并行而不拥挤 在这回字形的永道一侧 开着一个个红色的金属门 每一道金属门都有20丈高 10丈宽 门上雕刻着种种浮雕 有不死鸟 有三足金屋 有太阳 有红色的眼睛 红袍老者开口说道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叫火焰四回廊 顾名思义 火焰四回廊一共有四层 由外向内 图腾石所蕴含的法则玄傲程度 依次降低 嘴内为混沌回廊 混沌回廊内有三个密室 放置了三块图腾石刻 它们是宇宙行程之处 在一片混沌之中天然形成的图腾 是宇宙本源能量在混沌石上留下的纹路 被认为是直指大道本源的东西 如果参透它的话 甚至可以成为整个神域对法则领悟最深的人 然而老夫直言 以你们的境界 去这三道密室中没有太大作用 哪怕你们悟性高 也休想在这其中有所收获 因为你们的境界远远不够啊 别说是你们 就算是第二阶段的测试者 也难以悟透其中玄妙 混沌回廊之外是天之回廊 天之回廊也有三个密室 其中每个密室放置了一块古缝图腾石 这三块图腾石 都是我古缝一族历代族长留下的 而且是他们生平的巅峰作品之一 是我远古皇城仅次于混沌石刻的质宝 接下来天之回廊之外是地之回廊 一共有十个密室 同样出自历代族长之手 只不过是仅次于巅峰之座的作品 最外层的回廊名为人之回廊 一共二十个密室 其中图腾石刻 出自我古缝一族历代长老之手 而且是他们各自的巅峰之作 虽然不如历代族长的作品 可也不差多少 红袍长老这一番介绍下来 在场舞者都露出了患得患失 惋惜向往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表情 很多人纷纷看向林明和火文龙 目光中满是羡慕 这两个人毫无疑问会选择 天之回廊中的三道密室之二 而他们却没希望了 实力稍强点的还能在地之回廊 其他人就只能去人之回廊了 人之回廊都是长老的作品 神域古凤一族族长只有一个 而且因为其族长寿命极长 历代所有族长加起来 怕是也不过几十人罢了 而长老那就没数了 一代古凤族就可能有几十个长老 甚至上百个长老 哪怕是他们的巅峰制作 也完全无法与族长的一般作品必肩 红袍长老看出了在场年轻俊杰的情绪 冷声道 无道意图 且记好高忽远 我古凤一族各大长老 也都是神域叱咤风云的存在 他们留下的图腾是即便价值不如族长的 但也足够你们参悟 如果能误透的话 你们对法则的领悟度便能达到历代长老的水平 还不知足吗 红袍长老冷声质问 然而在场的无者心中却不以为然 每一轮参悟都只有短短三天而已 三天时间才能领悟多少 如果将古凤图腾时比喻成一座金矿 而他们是普通的淘金者 三天时间 去一个富饶的金矿能得到的金子 自然比一个贫瘠的金矿要多 多言明 你先选 红袍长老一指林明 一个时辰的时间 你要把握好 是大人 林明不多言语 直接穿过人之回廊和地之回廊 走向天之回廊 看到这一幕 在场无者满是羡慕的神色 而火闻龙看似神色平静 其实心中十分紧张 天之回廊中的三块图腾时刻 那已有优劣之分 其中一块名为坟天的图腾石 出自古凤一族第九任族长之首 他号坟天 是古凤族历史十大强者之一 敢以此为外号 就可见他的强大所在了 而且更为难得的是 此图腾石中蕴含的法则 也极为适合火闻龙 他早就看上这块图腾石了 如果被林明选走 他的损失就非常大了 林明在众人的关注下 走入天之回廊 这天之回廊的永道 比人之回廊窄了很多 只有二十章 一共三扇金属门 第一扇 闻刻着凤凰涅槃图 上书二字 赤神 第二扇 闻刻着凤旗无同图 上书两字 圣火 第三扇门 闻刻着凤凰飞天图 门上的凤凰霜翅展开 火焰焚烧苍天 门上书二字 坟天 光是门上的金属雕刻 就让林明暗暗心惊 这些雕刻 绝对出自绝世强者之手 否则不至于其中 蕴含如此强大的法则信息 林明从赤神图腾石开始 推门进入其中 在金属大门后 是一处方圆二十丈的空间 房间中什么都没有 在正中央有一块三丈高的祭坛 祭坛正中央 是一块一尺剑方的石刻 石刻呈现古朴的灰色 上面的雕刻极为繁杂 乍一看一头雾水 然而静下心来感知 林明却发现 似乎在这图腾石刻上 笼罩了一层立场 就像林明自己拥有的修罗立场一样 这立场和图腾石上的种种纹路 完美结合 玄妙无比 这赤神前辈一定是一个拥有立场的强者 他将火焰法则与自己的立场相融合 刻下了这一块图腾石 如果能误透 对我的帮助极大 因为我也有立场 而且不止一个 林明看了足足两柱像 才恋恋不舍离开了赤神密室 他只有一个时辰的时间 不能在一个密室中待太久 第二个密室圣火图腾石 同样玄妙 但是少了立场这一点 林明认为不如第一个密室中的赤神图腾石适合自己 于是仅仅一炷香的时间 他就离开前往第三个密室 坟天图腾石 同样是二十丈宽窄的密室 同样的祭坛 不过祭坛上的图腾石是红色的 上面的文刻 看起来像是数百朵小火苗交织在一起 乍一看很普通 但是如果看一会儿就会发现这些小火苗似乎在移动着 每一朵火苗都蕴含着一份不同的意境 数百朵火苗连成一起 化成焚天之炎 灼烧大千世间 好强的气势啊 林明眉梢微调 他感觉这一块图腾石中蕴含的气势隐隐要超过之前的两块 也许这块图腾石是价值最高的 林明正在犹豫 到底选择赤神图腾石还是坟天图腾石 就在这时 在林明的精神之海中魔光蓝洋洋的声音响起 哎呀 林明啊 图腾石中的火系法则呢 我不懂 不过本身知道焚天这个名字 是神域最顶端的那一层人物 比魔帝要强大太多了 其他两个人本身没听过 林明微微沉吟道 话是这样说没错 不过 选图腾石也不光要看留下图腾石的人的实力如何 也要看图腾石中的内容 是不是适合自己啊 林明一直参悟了两刻钟时间 正在犹豫着 就在这时 他心脏之中的邪神种子突然激动了一下 那一刻 邪神种子之前鸣刻的纹路似乎有了一丝成长的变化 林明心中一惊 显然邪神种子对着焚天图腾石的契合度更高 邪神种子是上古邪神留下的功法 那个留下邪神之力记忆的神域大能也是因为有大机缘才从上古邪神遗迹中偶然得到 后来还没来得及参悟就死了 邪神之力也因此成了孤本 只有林明一人知晓 邪神究竟是什么人 林明不得而知 但基本可以肯定 邪神绝对比那焚天强大 很可能是站在五道巅峰的真神 这样的人留下的功法怕是已经无限接近本源法则了 焚天图腾石能被邪神种子肯定 那就证明焚天图腾石要比其他两块图腾石更接近大道本源 相比林明自己的判断 他更相信邪神种子 更何况赤神图腾石中火焰法则和立场的结合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并非一蹴而就 怕是要用十年几十年的时间来参悟才能小有所成 就选他了 林明初步做出了决定 估算了一下时间 还有半个多时辰的剩余时间 自己在看了三块图腾石就耗费了小半个时辰 其他人特别是要在人之回廊选择图腾石的屋者 用一个时辰的时间 要在二十块图腾石中选择一块适合自己的 那就太不容易了 运气不好啊 很容易选了之后再后悔 还有半个时辰 不急 递之回廊我自然不需要去 不如去混沌回廊 看一看宇宙形成之初本源能量留下的混沌时刻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吧 这样想着林明向混沌回廊走去 混沌回廊位于四重回廊的正中心 里面的空间最为狭小 只有十五丈高宽 回廊之中有三处密室 密室的门并非红色金属制成 而是古朴的岩石 这些岩石表面没有任何雕刻 然而却隐隐散发出一股古老雄浑的气息 让林明暗暗心惊 这应该是宇宙形成之初的最古老岩石 不知道存在多少意念了 林明喃喃自语着 打开一道石门 呈现在林明面前的是一个石杖剑方的密室 密室中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黑色雾气 细看之下 竟是与万古魔坑中的黑雾有几分相似之处 都是浓郁无比的能量聚集而成 只不过这混沌密室中的黑雾能量 没有任何属性偏向于无 在淡淡的雾气缭绕中 有一座祭坛 一块灰黑色一尺剑方的石板 正镶嵌在祭坛中央 石板上的纹路 并没有像林明原本想象的那样精致而繁杂 反而有些粗糙 一道道纹路有深有浅 甚至还有些地方还断裂了 林明看了好一会儿 没看出什么特别之处 显然这些本源能量流泄的纹路 已经超出了林明的理解范围了 相传宇宙形成之前 本为一团混沌元气 这混沌石刻上的纹路 反映了宇宙本源能量演化蜕变的过程 这种混沌能量又被称为鸿蒙之气 鸿蒙呢 极为混沌 鸿蒙之气演变的后来才会形成金木水火土风雷等五行能量 因此说鸿蒙之气是所有能量的本源 而武者修武呢 归根结底就是在修能量 无论炼体也好 炼真元炼魔元也罢 都是能量的不同表现形式 而参悟各种法则意境 则是参悟能量的运用规则 更为高层次的战斗技巧 比如立场 意志 乃至精神力同样是能量的一种 如果能悟透鸿蒙之气的演变变化规律 就能悟透大道本源 成为整个神域对法则意境理解最深的人 林明啊 这玩意儿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 别说本圣现在跟着你的还是一缕分魂 就算是本圣的主魂 甚至是本圣被杀之前的完整体在这儿 也是白搭 魔光难得承认自己不行 其实他作为一只魔宠 这悟性确实不怎么样